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漂亮 不要看我 看我会倒霉的 你又出来闯祸了 你这一上街 爹 又有多少人要遭殃呢 我也不想啊 他们自己被我迷倒 我有什么办法 不知道跟你交代过多少遍 这出门不许穿女装 一定要扮成男装 男装很丑耶 爹 人家不喜欢穿嘛 不喜欢也不行 不行就不行嘛 那么凶干嘛 爹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又没有叫你在家里穿男装 你总是什么事都搞不清楚 我 你们知不知道哪些大夫 是属于那种特别露术的 爹 我不要大夫 我又没有毛病 那些丑男人自己被我迷死 关我什么事啊 哎呀 我请大夫 又不是要来医你 谁能医得了你这个祸水啊 我请大夫 是想替皇上治病的 好了 你们都赶紧去吧 是 爹 既然是给皇上哥哥治病 那宫里面有的是御医 干嘛要再请外面的 那些御医 皇上从小就让他们治病 可都治了二十三年了 也没见好转 嗯 也对啊 爹 自从张千通了西域之后呢 中原进来了很多外国的奇才艺能之事 你只要派人出去寻找 说不定你能找到一些神通广大的人呢 哎 不过是些道庭图书而已 那些方氏方济 多半是些骗子 爹 也不一定了 我觉得那 好了好了 这些事啊你不要管了行不行啊 嗯 去 赶紧把衣服换好了 不管就不管嘛 哎呦 小龙 你们打算去哪啊 哦 回乌龙院 什么是乌龙院啊 乌龙院就是我师父买下的地方 你买下 那乌龙院很大吗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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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很有钱咯 很多很多 很多 我家里很穷 我爹很穷 我娘很穷 家里面是几个佣人更穷啊 我两个原地很穷 四个脚步更穷 最惨的是我那个老管家 他最穷啊 师父 他家里的人都这么穷 我们要不要给他点银子 很好 很好 碧亦大哥 你不要哭了 我给你点银子 小龙 谢谢你 谢谢你 周悟空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啊 你们两个赶快装白痴 白痴 什么是白痴 你不用装了 你很像 坐下就好了 坐下就好了 这个椅子先回给你们 我现在跳舞给你们看 跳完之后你们再给我啊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好不好看 好你好 好 跳完了 可以借我了 谢谢 谢谢你们的银子 谢谢 对不起,小兄弟 你们刚才在做什么 我跟你讲 那两个田主来的白痴 还有钱呢 你也把把手举起来 屁股扭一扭 转一转 他们就把银子给你了 真的 给你一下 还有这种好香 小龙定 我要跳了 会不会给银子 你去试试看就知道了 我是这样 要抢 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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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跳 别动对 来 继续跳啊 别动对 继续跳啊 你们俩的骗子 我拿走 你们俩 把包袱还我 很好 很好 骗了我的包袱 还说很好 很好个屁啊 你不要怪我师父 别冤枉好人 我冤枉你 那个小子明明就是跟你们一伙的 不是 我们并不认识他 很好 很好 想赖 还说 很好 哼 我就让你们 不好 不好 厉害吧 小牛鸡 因为我们叫大牛 好玩 好玩 我玩了他 再玩你 你玩 你玩 好玩 这回孝顺了 博尔波 等等 你真不识相 我已经放你一马了 你还来找死啊 师父 请收弟子陆大牛 一拜 不收 不收 大师 您就收我为徒吧 大师 您要是不收我 我就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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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您刚才说 很好 很好 叶子是不是 答应收我为徒了 老爷 老爷 这水仙 又离家出走了 什么 他要替皇上去寻找奇才艺能之事 是 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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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公子 你长得好俊 啊 真的吗 完了完了 你又闯祸了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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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给大娘学了什么魔法 我 我没有啊 哎 是被他迷的 哎 你少赖在别人身上好不好 你说什么啊 你们在这看看 我这身破破烂烂 怎么可能迷得死他呢 死啊 对啊 连这母猪 我都迷不死哦 哎 我想起来了 以前呢 有只母猴子整天跟着我 结果有一天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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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 出场香蕉掉下来把他打死啊 所以 我说啊 那个 抵死他的娘娘腔男人 一定就是他咯 喂 你说谁娘腔 反正 不会是我咯 娘腔 当然不是你咯 你不是娘娘腔 你不过呢 是个破破烂烂的臭男人 我破烂的永隔掉 才不像你 娘娘腔的好人厌 你才讨厌呢 你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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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了 吵这有什么好看的 看这儿 乌龙院招修学子 什么是乌龙院啊 招修学子 小姐 我们这次出来 就是为了寻找奇才艺能之事 这乌龙院里 说不定就有这种人呢 聪明 可是人家招的是学子 我们又去不成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又是你 你想干什么 你看我就不能看哪 乌龙院成 你干什么你 是我先看到的 我要去应征 小姐你滚开啦 你这个困乱充年 你滚开 你姐姐是个魂丑 你魂杖 你魂杖 我 我吐 呸 这匹子我好像在哪见过 这是杜成 怎么可能 也对 谁会认识他 走 我 我 二娘你干嘛 我 我 我 你干嘛 我 陛下 有多失望 多心痛啊 对不起啊 二娘 是我不对 我知错了 二娘 我赚了些生活费来给你们了 你刚刚才出狱 哪来的钱 一定又是骗来的对不对 我 冰姨 我知道你童年过得很苦 但越是这样 你就越应该奋发向上 让从前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通通通惭愧地去跳河 呦 谁要跳河啊 冰姨 宝贝 回来了 让我看看啊 好像白了 也胖了点 你最适合住在牢里了 吃得住的都比家里强 银子 哪学来的 我在 胡总 你说那些什么话 孩子就是被你教坏的 你怎么什么时候赖在我身上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地在外面干什么勾当 你自甘堕落也就罢了 孩子天天看你这种行为 也变得跟痞子一样 你说什么啊 你说什么呢 我自甘堕落 要不是我赚钱来养家 就靠你卖豆腐 那孩子早就饿死了 大娘二娘 你们别这样了 孩子饿死就算了 你是死得清清白白的 冰姨 你听见没有啊 这世上就有这么不讲理 这么没良心的人 他还诅咒你 要你饿死呢 大娘 二娘 做人要有尊严 不能像条狗一样 只要有奶就是娘 只要有钱 就什么都不顾了 婢姨如果将来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我马上就去上吊 不用等将来 要上吊现在就去上吊吧 我只怕咱们这个破了无良 承受不起啊 大娘 二娘 我求求你们别吵了好不好 你 我知道是我的错 从小到大 你们两个都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你们两个对我的恩情 要还的话 我一辈子都还不了了 从来没有人 像你们对我这么好 包括 我那狠心的爹娘在内 你 并姨 不是这样的 你爹娘 其实并没有抛弃你 就是 不要再骗我了 大娘二娘 你们从小就一直骗我 可是 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一定 是那种被遗弃的坏重 你们说对不对 不不不 不是 你千万别那么想 它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大娘你说啊 是因为 是因为 郭真卿 你说 说呀 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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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总 你平常整天一唧哩呱啦的 怎么现在却不说话了 我 你们两个都不用说了 反正 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 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大娘 二娘 你们放心 我会去找一份好的工作 我会好好做人的 以后 你们就不用再那么劳累了 对 并爷 其实赚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这份心啊 并爷啊 天性善良 他不会出什么大错的 对了 并爷 肯定是那个县太爷 给你找麻烦 对不对 不是 是我自找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 因为我 偷了那个 昌翼王的王袍来穿 还被他抓住了 你不要命啦 大娘 二娘 不要乱来啊 你们怎么联合起来打我 这件事你也做得出来 别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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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跪下 跪下 跪下 反正你什么事都可以干 就是不准沾皇室贵咒的鞭 你懂吗 对啊 你去杀人去放火 我都不管 就这事不行 记住了 你们这么紧张干嘛 我又不是没关过 还关过这么多次了 而且啊 那什么 什么什么 那是昌翼王 他也是姓刘的 那些皇族的人 通通都姓刘 怎么变没我这个姓刘的 跟他们差那么多 你还说 不说了 不说了 刘碧仪 你给我记着 记住我们今天跟你说的话 这对你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啊 睡觉要去 我 快去啊 快走啊 这孩子怎么办呀 老天爷 让我看一下我娘是什么模样吧 冰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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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的妈呀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冰姨 刚刚我们说的那番话 你别放在心上 就是啊 我们是存心骂你的 我知道了 大娘没事 郭真青啊 我看冰姨的心不定 咱们 咱们是不是该给她找个老婆了 你说的有道理啊 讨什么老婆嘛 还早得很呢 冰姨啊 你别害臊嘛 就是啊 你要是看中了什么众议的姑娘 就来跟我说 我保证啊 帮你去把她搞定了 没有了 真的没有吗 没有 好了 好了 不烦你了 那你早点睡啊 走吧 如果能够再见到她就好了 乌龙院 我是来应征的 你来了 秋木空 原来是你啊 对了 乌龙院是你的嘛 你不好 不好 对不起啊 那天不好意思 偷了你那点银子 不过你放心 从此以后 我会好好在你乌龙院里面做工 你放心好了 有缘 有缘 那就好了 那我以后应该怎么叫你呢 叫你老板 大师傅 大光头 是 叫掌门人 哎 怎么 你现在才来啊 腿真短 谁发明这种莫名其妙的名称啊 哼 正是屈屈在下 我 请指教 只有笨蛋才会创造出这种奇奇怪怪的名称啊 可是人家掌门人呢就很喜欢听啊 乌龙院的掌门人多好听多威风啊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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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你太厉害了 我学会这种武功的话 出去就不怕变家欺负了 你们继续 继续 我认识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就是你 就是你 我认识你吗 你偷了我的包袱 还说不认识我 原来是你啊 这个风头 好帅啊 不好意思啊 一时认不出你啊 继续继续练啊 我不挡你们了 大师兄 我找了一个火把 你来找我怎么打火 把 师弟 碧大哥在监狱对我很好的 还是想够一起 大师兄 你要是心软下不了手 那就让我来把你教我的那几招 拿他来做个试验 你不许去 我来去 好 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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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大哥 对不起 其实我已经打你很轻了 我知道 我不怪你 我是怪那只死大牛 还好意思骂人呢 你这个骗子 我听大牛跟我说了 像你这种人呢 就该让你下十八层地狱 碧大哥 碧大哥 公子 不要乱说话啊 我从地狱回来了 这个人好像命运得很 不怕被我磕 哎 娘娘枪 我们两个在聊天 你插什么嘴啊 你们两个说话 出去说 我们呢 要睡觉了 碧大哥 咱们也赶快睡吧 明天早上还要干活呢 你们两个也睡这儿 废话 这里只有两个房间 那个房间大光头在睡 你不高兴 过去跟她睡啊 我 喂 你 睡那边去 我 对 是 这个对不起 跟你随随 撞见别人 念想你啊 我就会在意 把你换成我 把我换成你 公子 请问贵姓大名啊 水仙 水仙 不是女孩女吗 爱我自信 特别 爱情不是爱情 你好香哦 不许你上床睡觉 行了行了 反正我喜欢睡地上 你先睡吧 干什么你 怎么 找茅厕 没错 就这间了 而且啊 是新盖的 一点都不臭 只此一家牛分号 谢谢啊 我先来的 我先上 你要上大的还是小的 小的 小的 那没关系啊 这里这个坑大得很 两人一起用啊 足够了 不用了 进来嘛 没关系 进来进来 你好了没有啊 喂 你换了 好了没有啊 还没有好啊 这拉了一半呢 你快点 你搞什么你 别吵嘛 你没听孔夫子说过吗 别人上厕所 越吵就越拉不出来 老天爷 怎么 马上都飞走了 那我怎么办啊 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又回来了 还跑了 掌门人 我觉得我们现在 最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要多盖几件茅厕 很好 很好 那我觉得 这个工作 最适合做的人呢 就是刘病矣 很好 很好 混蛋我妈蛋 拱包丝巢 不少 掌门人啊 我觉得这个挖毛坑的人呢 汗味重 身上的味道好臭啊 实在不适合 跟大家住在一起 不然那位大伙 全都睡不好啊 很好 很好 我睡先 总有一天 我要叫你死得很难看 走开 走开 走开啊你 走开 二娘 殡仪 你这几情跑到哪儿去了 二娘 大娘 我找到工作了 真的 那些都不重要 快来拜见谢老夫子 好 快点 快一点嘛 夫子 这就是病矣 就是他 听说你的大娘 二娘 一共为你请了六名夫子 哎呦 七个 是七个 结果 还是没能把你调教成财 哎呦 夫子 我问你一声啊 读书 能赚钱吗 我家呀 什么都不缺 最缺的 就是钱了 如果读书 不能发财的话 我 我早把这些书啊 都读烂了 夫子 如此顽劣 需要好好地教导 还望夫子费心 就是 就是 其实 也不能够全怪他 都怪你们过去请的几位夫子 没有真财实血 如今有我在 我一定让他成龙成凤 多谢夫子 宾姨 好好跟父子学啊 快点 走 我们从头开始 论语 学而立 不用了 我早就会背了 那你背来听听 夫子军一步 运步而知不仁 夫乐一步 来方允自朋友 夫月一步 知习时而学 约子 快背个屁 满口胡言 夫子 你把学而第一 从尾巴开始念起 倒念回去 看我背的对不对呢 念念 你来听听啊 夫子军一步 愿不而知 笨人 怎么样 夫子 还有我背哪一段吗 我都会倒背的哦 不知道那个夫子把我们家壁移交成什么样了 看看去 对 我们去看看 我佩服你了 免礼免礼 起来 另请高明 我教不了他 我教不了他 夫子 夫子 你这个坏东西 大娘 二娘 我闭嘴 你都气跑了八个 还不够吗 就是啊 大娘 二娘 你们都被骗了 那个家伙 肚子里面根本没有学问 一点都比不上我 你 免礼 叫你读书 这学问还是其次 最主要的是要让你懂得正心诚意的道理 正心诚意 正心诚意 免礼 我要怎么说你才听得明白呀 大娘 二娘 你们对我的苦心 我非常的清楚 那 只不过我 我现在不及了读书吗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赶快找份好的工作 然后呢 赚很多很多的钱 让你们两个可以早一点享清福 这对我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啊 哎 这也可以算是正心诚意了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 是吧 那 那你找了份什么样的工作啊 我在城外的乌龙院里面做打杂的 不过 很快就会升成总管的哦 真的 真的 那你得好好干呢 当然好好干了 你好棒 你还疼不疼啊 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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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威风 听说他是宫里面的大太监 好威风 你回来了 师父 传言不假 苏文那个老贼 真的来到了渡城 我不惹你去 你的武功还不是他的对手 为什么 难道这些年 我跟你学的 都是花瓷绣腿吗 还不到时候 白天那个老贼身边都是狗腿子 到了晚上 还怕我对付不了他 你要是一句 被他认出来 必死无疑 难道我父亲 儿子都白死了吗 我熬了这么多年 苏文终于出宫 自己送上门来 师父 我不能再忍了 小不忍 则乱大谋 除非你找到一本 天竹的武学宝典 一金经 才可以对付苏文 那更是遥遥无期了 你想毁了你自己 是 我这次不成功 我还有第二次 第三次 我一定要报仇 好 那我就用异形天弓 改变你的容貌 师父 那会毁了你半甲子的功力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走 那会毁了你半甲子的功力 我根据你半甲子的功力 到底是谁 要你命运人 平均啊 最近怎么没 没看见刘病矣的人影啊 你才怪呢 我怎么就搞不懂 你怎么对那个小痞子 就好得不得了呢 其实你不懂 你表面上看刘病矣 他吊儿郎当 流里流气的是吧 其实他心地啊 很善良的 是吧 平均 善良就好啊 你看他那个痞啊 好才怪呢 娘 其实爹说得对 刘病矣也没那么差嘛 那你怎么一见了人家 不是打就是骂的 我 平均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嫁人了 我看你 你要嫁的话 就嫁给刘病矣 人家太妖妞了 不是人家不要 是老娘我不要 你说你反对个什么价 这是年轻人的事 平均说好 那就好 是吧 平均 我管他谁说好 我就是不愿把我的女儿 嫁给那个没出息的浑货 你怎么知道 刘病也是浑货 也许他将来就 发大财 行大运呢 你这个死相的老头子 你忘了 我们家平 我们家平均三岁的时候就给那个燕子神像算过命 那可是个大富大贵的命呢 将来是要当皇后的 那个刘病矣 就算他将来能够狗运当猴 他能大富大贵吗 那江湖树似的话 你也相信 我不管他说什么 我就是不能把女儿嫁给那个狗东西 哼 报钱了 哼 你 没 没关系啊 闺女 我这不信门不过他 他还真烦呢 爹 其实 其实人家也没有那么喜欢刘病你嘛 是啊 我就知道 你啊 只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刘病你 爹 我帮你倒酒 培君 你整天往外跑 我听说啊 城外最近多了个什么乌龙院的 哎 有啊有啊 衙门里的捕快大叔 就苏大人被行刺这件事 哎 我一直在想 过几天啊 我就要衙门的捕快大叔 跟我一起去查那个乌龙院 看看里头有没有什么关系 哎 查什么 那是别的事 别整天跟那些捕快瞎搅和 哎 爹 人家很想当捕快嘛 你去跟那个大叔说 仗我当好不好 胡闹 我堂堂徐广汉的千金 我能让你干捕快 荒唐 太胡闹了 得得得得 倒酒 哼 赵门人 这什么啊 这可以写字 写成书 好好哦 我们都是用竹片跟兽皮 好新奇哦 这叫植草 植草 不错 我要学学看怎么做 你先把这书翻译成中文 我 我 师傅 这字好难认哦 很好 很好 师傅 师傅 这下完蛋哦 这下赶紧遭殃了吧 这下赶紧遭殃了吧 天中来的人 方便好多哦 刘兵姨 厨房没白菜哦 买菜光我屁事啊 买白菜 我去买 马上帮你去买啊 刘兵姨 我可告诉你 你别想糊弄我 我这个人可是很轻的哦 不敢不敢 不敢 这一定银子能买几斤白菜 我清楚得很 一定银子能买几斤白菜 怎么了 没有没有 对了 我觉得凭良心买菜的 一定不咔油 去吧 我去买 这一定银子能买几斤白菜 大杀妞 明明不懂还装懂 这点银子 至少能买一百斤白菜 白痴 碧玉大哥 你对我真好 每次有好事都会叫我 什么叫好哥们 好哥们就是 我有事情的时候 你帮我担 你有事情的时候 我帮你担 那最好呢 自己担 好哥们 走 刘兵姨 你今天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拿来当啊 王朝风 你不要常看不起我好不好 又老是欺负我 明明这二十万钱的东西 只当给我五万钱 什么 还好刘兵姨 不是个记仇的人 所以今天呢 我带了一个特别名贵的东西 来给你搭 在 在哪儿 就是他咯 开什么玩笑啊 你们 给我滚出去 滚 小龙 好哥们的事 你也不要撑啊 当然撑 好 那把我修了他一段 我的腿啊 好哥们 咱们以后亲手同心 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表哥 总有一天 天公干嘛 我一定会叫你要回来的 你这烂屁子 怎么糊涂几小孩子来了你 千万别小看他 他可是天下武林第一高手 是小龙 姓氏 有这么怪的姓吗 当然有了 他呀 反正啊 说了你也不懂啊 那几个家伙 长得家里在京城里面做生意 这拽得很 常欺负别人呢 碧大哥 他有没有欺负过你 有啊 常欺负我 那你要不要帮你去撑一下 撑 帮我撑 撑 撑